只要有心學習年齡應該不是距離 繼續再來看一場健美比賽 參賽者呢大部分都是20到30多歲 但是其中有一位來自金門的選手 今年已經64歲了 排排站每一位選手把抹過油的肌肉秀出來 用力擠 有的人擠到都發抖了 他是許崇皇 去年在試運拿下銀牌充滿了自信 而他是許家豪健身房店長 簡直就是欲聚人好客 每天做的基本功 除了基本的飲食控制之外 那重量訓練是不可以缺少的 那我平均一天會做到 三到四個小時的重量訓練 那我會分兩次去做 最辛苦的就是在飲食的部分 因為我們就是跟平常吃的不太 我們會拒絕一些比較油啊鹽的部分 然後就是變成說 其實我們身體的基本營養有些不足 除了練肌肉還得練如何表現自己 那當然也包括露出一排整齊白白的牙齒 警報賽當中最資深的選手 就是這位鄭海仁 今年64歲 他從19歲就開始參加健美比賽 雖然現在大部分選手 都不到他一半的年齡 但他完全沒有退休的打算 愛上健美 鄭海源已經把這個運動從興趣擴展到事業 他說他要練到變成神仙的那一天為止 民視新聞 蔚玉蓉公眾議 台北報導